法國電影節的開幕作是一套風格非常新 有法國特色亦都有全球化影響的 一個法國的喜劇法文名字叫Only Back Day 這個Only Back Day它一語相關 第一就是自由 第二就是放縱 英文名字叫The Trouble With You 中文名字就沒有 但我看完這套電影就覺得非常刺激 因為我猜不到法國的電影面對21世紀 保留著法國的特色 但仍然有荷里魂和全球化的影響 現在看法國電影已經完全不同了 所以今天我就跟這位導演Pierre Salvadori 他第一次來香港 他告訴我自從有飛機場走出來 已經覺得香港整個城市的面貌是很超現實 還有那些高樓大廈令到他覺得 真的好像有活在21世紀 數碼時代的感覺 這個真的是一個電影導演 他用眼睛來感受一個城市 好了 OK, let's now get to the film 我相信是很新的 中文是新的 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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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监漢cks的原本 最好, înnycă, 尼act,這就是叫做大動畫 那我要做了 這裏,我和我иж Father 現在的心調 我現在的裏 有不同的剧情, 或是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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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暴力。 我希望拍攝一部剧情緒, 和是暴力, 或是暴力。 我希望拍攝一部剧情緒, 和是抗憤性緒。 這部電影是說一個警察, 兩年前, 因公信職, 市政府紀念他。 但是他的太太很不開心, 開始和他的小孩說回應勇殉職的父親故事。 但是當他追尋的時候, 他發現原來他的父親, 因公信職, 和生活有不為人所知的一面。 慢慢地把警探的生平說出來。 而Pierre告訴我, 這部電影, 他的嘗試是把不同的品種, 全部炒在一起。 所以難怪, 就有這個法國的特色。 亦都有現在全球化的風貌。 所以是一個新的法國電影的面貌。 現在有很多建議, 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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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劇情。 所以我試試找找一個語言, 劇情, 劇情。 這語言會有一個 詳情, 劇情, 劇情和 劇情。 這個作品是非常有關於你。 可能有一個有關於你的詳細。 你的詳細。 對於你。 非常有關於你。 非常有關於你的角色。 在此電影, 我試試了一些新的事, 因此為它叫《EnLiberté》。 英文的名字, 英文的自由。 對於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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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自由的 它是有些角色 有些人感受很弱的情感 怒,暴力,怒 因為他們的角色是很強的 我可以試過很多不同的東西 因為他們可以接觸自己的角色 所以我可以自由的方式 我可以把努力和解釋的故事 哇 你知道嗎? 他們的角色是重量的 他們保持著劇場,他們保持著劇場 他們可以試過很多事情 他們都很強烈 所以你讓他們發展 他們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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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常有趣 我讓他們自由 讓他們自由 他們有這個 在開始 他們是從監獄 他被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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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被冤枉 他被冤枉 我有這個人 他被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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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年 然後我放他 在街上 我讓他走 這句話 他知道他不是 他在任何人 他試圖 他試圖 他比較不妥 他讓他走 他在街上 然後他讓他們走 哇 他非常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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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很多 他想說 當時他不想 他就這樣 他想解放 他會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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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自身的怒疑 在最終她拿到衣服的衣服 她把衣服拿到衣服 她又回來了 它是關於採訪 或是歷史的 是,是,它是正確的 我看過這個 film 像是像一夜的一夜的飯飯 飯後飯後飯後飯 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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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奥 你疯的说 我们逃避现现实现 谢谢 看一看法国电影 是一种旅行的 有很多要求 有很多要求 这一部分是无限的 这一部分是 眼泛的感觉 今天是《法国电影节》 用这一出 这么奇幻的 写实的电影来做手影 我觉得非常合适 还有很多不同的作品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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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追踪Cup Media IG 了解每日世界要闻